方力申由榮首转型做艺人 经已20年了 作为退役运动员的他 就以学兴身份 向一班师弟妹分享自己转型经验 小方说很多人以为运动员 借着知名度入娱乐圈 发展会相对顺利 但小方就不多认同 还说初入行的时候 被人误会他态度差 运动员他的自信 是来自他的成绩 当我对自己要求很高 我才会有好的成绩 当我进行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达不到 在行里面那种standard的时候 我就变成了没有自信 一没有自信的时候 就算贊我什么帅哥 穿衣漂亮也好 我都是不会有自信 所以我一开始是很内向 内向到一个地步就是 很少讲话 或者讲话讲得很短 一个问题人家问我 方先生你第一首派台作品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好啊 是一首快歌 我说完了 因为那些人就觉得我困难 但我当时真的不懂 那首歌又不是我作 支持又不是我想 又不是我写 所以我完全不懂得表达的时候 所以那些人就会觉得 我是一个 刚才那样说是一个困难 小方回想做新人的时候 差不多天天都要面对记者 令本身内向的他 越来越怕接受访问 一入行的时候 记者是一迈到去 我很紧张 看到记者的时候 好像推我去行刑 那样 接着之后他们就 记者跟我说 说话 说话 你一位 记者不是问问题吗 我说话 接着之后 那是不行了 接着回去 经理人就说 你要跟他打开话题 下雨问人家有没有带傘 是吧 问人家热不热 是否辛苦 问人家吃了饭了吗 那我下次就去问人家 喂 为什么 大家吃了饭了吗 接着 换人家 看标 三点多了 还没吃饭了 神经病 说话 喂 回应匪文是帮到你 他的回答问题的 会不会 都不是 但每次都问那些都没有 都答不了什么 所以其实是 难 但你问我 现在是不是代表 我一定想到很多东西 其实都不是的 但会有话说 但可能说完之后 你记得 怎么出 这些什么料理 没办法 但起码都好像说了话 小方说花了六七年时间 适应艺人工作 直到跟郑忠基 梁汉文合作才开竅 懂得改善自己的交际能力